我们是绿营生技 然后我们从全球进口 具有专利 然后以及临床的生技保健原料 那我们也有自己的研巴 并请销到全世界 那我们也帮客户从原料到配方 到成品的规划 并有硕博士的团队 协助客户产品的销售 我们从公司的发展历程 就是以服务客户为导向 所以从原料的进口 到自演的原料 然后到帮客户做 从原料到配方整合到协助销售 那我们好像什么都能做 但是我们很难清楚 定位我们自己是谁 业务其实也讲不清楚 所以没有办法定位清楚自己是谁 然后有效的去传递公司的这个价值 重新的认识自己 显示自己 透有内外部的访谈 从内部主管以及客户的这个视角 然后重新去了解自己 发现其实我们的认知 跟客户的认知 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所以重新定位自己 这个是最大的这个挑战 透由品牌顾问的辅导 由内额外的这个访谈 从主管 然后以及客户的这个角度 以及深入的去了解客户眼中的绿因 我们重新去了解我们自己 重新去定位清楚 并能有效的对外的去沟通 以及传递价值 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清楚的定位自己非常的重要 并落实由内额外的这个沟通 并由上而下的持续去推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